老師你平常有開車嗎 沒有 沒開車 沒有 我的辦公室跟我的家 大概用走路大概三分鐘就到了 因為我們上一集有提到 因為你買了很多房子 所以從你家走到你的辦公室 當然很近 兩分三分多鐘就到了 可以穿拖鞋穿短褲 到公司去上班是不是很方便 走路就到了 就是這樣 這句話是降低風險的發生 降低風險的發生 這句話真的太有哲理了 所以我們今天還準備了一個 我們導播可能會崩潰 會崩潰的道具 為什麼導播會崩潰 攝影棚是絕對不能吃東西的 蟑螂螞蟻的話 我們都要跪下去擦 對 然後我們今天有一個肉包 等一下 你們不能吃 等一下我結束了以後 我帶走好不好 步道有點餓 對 為什麼要講肉包 因為今天我們要告訴大家 你肉包鐵跟鐵包肉 你要怎麼做保險 截然不同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這一集的主題是什麼 剛剛已經先講了 肉包鐵跟鐵包肉 差別就是如果你是機車族 如果你是汽車族 你們的保險應該怎麼保 好 難道不一樣嗎 都是車啊 不是 就是如果要保這個險 先保車還是先保人 對 因為太多的人 太多人變車奴 買了一個車子 有些摩托車 我們家裡頭 我們家樓下有一個先生 那個摩托車也不怎麼樣嗎 大概也四五年 我看也怎麼樣 我的摩托車從來沒洗過 大概騎了十五年二十年 從來沒洗過 不要講是差啦 洗都沒洗過 他每天擦 這樣你的摩托車會羨慕他的摩托車耶 不會啊 你不可以讓你的摩托車覺得難過 我覺得說他這個樣子可能是車奴啦 那汽車根本不用講了 每天擦啦 打蠟 我們家裡頭有大概三四間汽車打蠟的店 每天一大堆車 打蠟 兩三千塊吧 我是不知道啦 我是不知道兩三千塊 好 我們來問一下有車的 余辰好了 你會先保車還是先保人 先保車 你會先保車 你看 車奴 廣大的觀眾朋友 最大的一個錯誤 車子喔 我在之前有講過 車子就是被撞了 被偷了 被畫了 很難看了對不對 頂多痛個 一年兩年三年就過去了 可是人 人是 創造財富最重要的一個 如果人都不在了 你擁有一大堆車子幹什麼 所以老師今天講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觀念喔 先不要去想你要保什麼假事 隱事秉事 其實已經破題講了 如果你是撞到車 你可能就是賠一台車 可是你撞到人的話 傾家蕩產 傾家蕩產 因為老師今天又帶來一個真實的案例 對 撞到人會賠多少呢 那是蠻不幸的啦 因為是兩個醫生 竟然發生了車禍 一個理性的醫師 然後撞死了一個蠻性的牙醫 那人已經往生了嘛 所以家屬來求償 最後是判賠了 他法院判 他是要希望賠1610萬元 其實已經一條命這樣子 而且是醫生耶 這好像已經不算多 這個其實很少了 最重要的是 這個死亡者 他自己要負擔 因為他有違規啦 對 所以最後的話只有賠 是賠293 因為他可能有這個 這個有強制險 對 他自己的車子有一些保險 然後再加上他只要負擔 六成的這個費用 所以說加加減減 他可能自己再拿出來 大概200多萬 對 但是雖然剛才我們講說 一條人命來說好像不多 可是你要想喔 如果是1600多萬 這是千萬等級的跑車 才是這個價格 那還有更嚴重的 如果撞殘了 像這邊是一個 2016年1月的案例喔 一個陳姓男子違規左轉 他撞上一個 其重機的黃姓男子 結果這位黃姓男子就很不見 他是下肢癱瘓 那最後是判賠要排到 3548萬耶 因為我們常常講說 人死亡很可憐 三千多萬 崩潰 真的是崩潰 而且這個應該是 會起重機的應該是很年輕的人 所以法院在判的時候 在判的時候 會有大概幾項 幾項的內容 一個就是我的工作的損失 有勞務損失 這個其實是蠻多的 都是大概一兩千萬左右 一千多萬左右 那還有看護的費用 這個大概算到我們65歲 勞保的年齡 那看護這個算到我們死亡的年齡 大概男生大概75歲 大概這兩個加起來 可能就三十千萬 那其實醫療 其實還有這個 撫衛金其實不是很多 因為我們台灣再怎麼樣 都有健保 看護費用 還有我的工作的損失 其實這兩個加起來 可能就兩三千萬 殘廢 死亡很可憐 殘廢就很可怕 很可怕 因為三千多萬 這個哪一個跑車有賣到三千多萬 真的是頂級跑車了對不對 如果用車來跟人比 可是人被撞倒半殘 就要賠這麼多 對啊 我們換個角度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如果說是我們被撞 撞成殘廢 撞成植物人 你覺得我們會向對方要求多少錢 換個角度 不要老實講別人被我撞 換個角度我被人家撞 你覺得我們會向對方要求多少錢 多少錢都不夠 對 多少錢當然是不夠 當然最後的 我們人已經殘廢了 已經癱瘓了 最後只有錢 金錢還可以 那就看是誰撞到我 如果是我們的郭台銘 郭董就很多 對 如果是今天撞到我 我第二天我的家人 就會去法院去 把你的財產衝衝查破 不要撞到保險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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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很多人 我們又換個角度 對不對 如果說你今天把我撞得怎麼樣 然後你的財產通通都脫殘了 那我就像這一球 就是最長 現在每個人都很懂法律 對不對 一被撞了以後 第二天他就查封你的財產 所以我們這一集 其實重點在不要撞到劉鳳和劉大哥 因為大家都認識他了 撞到他你就慘了 我都走路上班 所以你現在都很健康安全 我都走路上班 好 那我們這邊 剛剛有提到 人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們剛剛的案例裡面 我們發現有行人 有汽車 也有機車 但是有的人 說實話通勤的習慣不一樣 對 如果是開汽車通勤 跟開摩托車 騎摩托車通勤 騎摩托車 其實保的方法也不一樣 對 這邊有兩種 因為很多的網友 他可能又有騎機車 也有開汽車 那我們就先以 可能以哪一種為主來看 但如果兩種工具都有用的 可能兩種都要把它看到完 不要就閃神了 那我們先來看 這邊有機車族跟汽車族 我們先來講機車族好了 對不對 機車族其實還蠻怕被撞的 機車族 怕被撞 撞人家 自己摔 其實機車的狀況很多 怕的東西好多 我們來問一下 現場有在騎機車 而且家住蠻遠的余城 是 對 你是機車族嘛 對 不是說你個性很機車啦 就是真的在騎機車 你會保什麼 我只有強制險 你只有強制險 強制險就是講說 他很怕撞到別人 不是 這是政府規定的 他不買不行 不買會被罰錢 不買不行的他才要買 這是財經組嗎 可是他這個好像有點 漏洞很多 漏洞很多 當然多 什麼都沒保 因為他這個強制險 是政府規定的嘛 是賠別人的 對不對 所以說他這個機車族 他的第一個順序要買的 好 我們來揭曉一下好了 可能 網友們要仔細看囉 第一個一定要的 其實老師耳提面命 老師覺得可能 保險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以外險 我一再強調 任何節目 任何地方 一再強調 騎車的人 一定要買以外險 而且要買到最起碼 500萬以上 因為 騎摩托車是 所有工作 所有行為裡面當中 最最最最最最危險的 可是每天 有人每天都要騎 那不是每天都在特技表演 台灣有1000萬輛的摩托車 台灣2000多萬的人口 大概有1000萬輛的摩托車 今天不是你撞我 就是我撞你 要不然就是自己摔 這狀況很多 所以機車族是最危險的 不過我看完意外險 其實我猜不出接下來兩個 我覺得保完意外險就夠啦 又有強制的 政府要的強制險 我們再猜猜看 好 我們來猜猜看 看網友知不知道 這個 架使人 架使人附加險 這個為什麼要再提一下 為什麼要提一下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是苦力工作 可能做建築工的 可能做比較辛苦 他買個人意外險太貴 因為他可能工作第五類 第六類 個人意外險比較貴 那他就很貴 又買到那麼高 可能他就負擔不起 因為你工作很辛苦的 對不對 然後我會建議 如果這樣的族群 他每天又上班 又騎摩托車上班的話 他的駕駛人的意外險 可以買這個 他的駕駛人意外險 因為駕駛人意外險 這個賠很多嗎 大概300萬的話 大概1000多塊錢而已 好像可以賠到300萬 對 可以賠到1000多塊錢 這是針對 他買意外險比較貴的族群 或者另外一種講法 另外一種講法 如果我一個人意外險 買個500萬 覺得說OK 那我再花個1000多塊 再買個300萬 補一下800 也可以啦 沒這種想法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駕駛人 附加駕駛人意外險 是也蠻重要的 而且是誰騎這台摩托車 都有效 他不是寄這個人的名字 借給別人也有用 對 借給小偷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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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小偷騎沒有效 知道嗎 家裡頭的不管誰 騎這台車都有效 所以很重要 他跟個人意外險不一樣 個人意外是寄名 這個是寄車子 所以很重要 因為家裡面 一台車可能三四個人 輪流騎 這個就一定要保 對 好 那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這麼多啊老師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 第三人責任 撞到別人 對不對 撞到別人 萬一要陪別人怎麼辦 而且現在很多 不光是90CC 125CC 現在很多是這種重機 對耶 現在重機族是 很有權力的 現在重機可以上快速道路 快速道路上面 他們就有很多的那個 那個進口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跑車有沒有 萬一 重機 跟進口的跑車 最重 你看看 對不對 他的 撞到人家那個進口車 要賠多少錢 如果說他撞到人 不是也賠很多 而且重機其實 因為他速度比較快 對 體型也比較重 他造成的傷亡可能 相對起來 報告上一直講 重機是不是一直發生事情 要不然就自己摔 要不然就是撞到別人 要不然怎麼怎麼樣 所以說機車 重機也好 一般的機車也好 他的第三人責任選 也是要很強調的 好 那既然我們先講了機車組 或是說有人是開汽車 又是騎機車的 接下來 機車組既然我們已經講完 這三個很重要嗎 可是我注意 我跟你講一下 什麼東西 這個汽車業務員 大概不太會建議 為什麼 他重點都放在那個什麼 那個很高的保險費 等一下我們看汽車就知道 所以機車組的話 不太會有人 會跟你介紹這些東西 對 要找老師 要找劉鳳和 劉大哥 才會為你佛心招向 其實不用光著我 你們看齊 我們大概就很懂了 大概就很懂 因為很簡單 氣車組我們等一下揭露 好不好 賣個關子 因為我們這邊已經先做了 就是如果 你的保險業務員 或是你沒有認識到什麼業務員 會跟你推薦這種 可能錢稍稍的先種 這樣會不會得罪 又得罪了 那就找劉鳳和劉大哥 我最喜歡做這種 因為他最喜歡做低保費高保障 最喜歡了 不要怕幾百塊 幾十塊 都可以找劉鳳和劉大哥 不是 因為這種不用體檢 這種不用體檢 怎麼你的點都跟我不一樣 不會有 大家有開玩笑 這種不會有什麼 啰嗦一大堆的問題 這個要勤照過來 這個就可以投保 好 如果像是我們財經組長 這種 居城這一種的 他一個 一年要花多少保費 可以保到剛剛老師講的那些保障 他剛剛講說 只買強制是不是 只買強制嘛 對不對 大概六百多塊 對不對 那就是一年六百 這個是個人府規定一定要買的 那如果說 如果說 他在家買一個 他不想買個人意外險 不想買個人意外險 他們只買這個駕駛人的話 大概三百萬 一千五百多塊 那平均一百萬的話 大概是六百塊 很便宜 大概六百 對不對 五百五百多塊 非常的便宜 但是誰開 誰騎都有效 注意喔 誰騎這台車都有效 都有效 那這個買一買 那如果說 你這個兩個保費 你覺得還有剩餘的一些 額度的話 保費 你再買一個陪別人的 這個也是很重要 那摩托車為什麼 大概只規劃大概三百萬 大概摩托車 再怎麼樣沒有 沒有汽車速度快啦 所以他的額度 我們大概做到三百萬的話 大概一年的話 含財物的話 大概一千塊錢就差不多了 總共加起來 三千多塊錢 其實以機車主義來講 三千多塊錢 已經算有一點點多了 有一點高了 對 因為一台摩托車 它價值頂多就是 七萬八萬九萬 現在很貴耶 那是這個 我都還停留在三四萬的年代 又透過年紀了 你的摩托車三四萬喔 現在都快十萬了 現在大概 而且還有電動車 電動車摔了就碎了 現在一台摩托車 大概七萬八萬九萬 一般的一二五的 那重機當然是另外算 另外算 另外算 因為我們有長官有買 重機也要買這些 上百都有 真的喔 對啊 那個B&W的啦 或者是什麼那個 那個很貴的 那我們再把股 我們來看汽車組 好 對 因為我們財經組也是喔 有人是 平常可能騎機車 可是六日他就是開車出去了 那開車出去的話 他也是有保 但是其實我們之前講到汽車 大家的觀念可能都停留在 那就是等一下來介紹 假式 以示 秉示 劉大哥現在要完全顛覆這件事情 根本這三事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假式 以示 秉示 那個汽車業務員賺最多嘛 對 跟我們人的保險賣出去錢一樣 老師你自己拿好不好 老師你自己拿好不好 不過他們的力道沒有受險業務員 那麼樣的強烈啦 他們力道比較弱一點 不過我講的確實沒有錯 好 你去買任何一個車子 哪個業務員不是跟你規劃 假式 以示 秉示多少錢 其實還是有需要啦 對不對 只是這邊的順序 對 老師就要講順序了 好 那第一個順序 老師已經透露了 我本來也想說就是假式 以示 秉示啊 就不是 不是 我們來看第一個是什麼 來 好 第一個是先去顧別人耶 對 呼應第一張獎 因為剛剛趙華不是拿個包子嗎 對啊 對不對 再拿出來一下 不能吃喔 導播會崩潰 崩潰 對 第三人責任就是我開車的人 撞到車子外面的人 如果我們有錯的話 像剛剛那個醫生有沒有 還有那個什麼違規左轉 那個都是賠給被我撞的那個人 叫做第三人責任鞋 而且要買到很高的額度 這個叫第三人責任鞋 對 道具還是要拿出來用一下 今天道具組做的一些道具都有點 不好用 就是會忘記 不會 這個就是跑車嘛 這是跑車 對不對 跑車速度就更快了 如果被這樣的車撞到 可以跟他要多一點錢嗎 我覺得應該可以 被這種車撞到的話 第二天馬上 家人 家人 因為自己可能被撞得 不能講話 家人記住 第二天馬上去法院 去給他做那個 財產查封 對 終於這個道具有效果了 不用再等什麼什麼調節委員會 不用再等 馬上進去做 要不然他的財產 充分都脫產 好 所以好 回到我們的保單上面 所以汽車族最重要的 還是第三責任鞋 對 第三責任鞋 如果他這個開跑車的人 他有保 其實他也可以省掉很多負擔 是沒有錯啊 而且開車人撞到別人是 外人是肉包鐵嘛 你看行人 機車騎士 被他撞到的 或者是腳踏車的人 他都是肉包鐵 一被撞會很慘的 對 那這個鐵包肉的話 先為別人想一想 對 鐵包肉 好 那我們第二個是保什麼呢 我沒有想到 劉大哥我是說真的 因為一般開車你真的會想說 再怎麼樣 車體要先保吧 為什麼還要保意外險 這保我自己嘛 因為 意外跟明天 真的不曉得什麼時候會來 那有時候我在車子裡面 雖然是有時候 感覺起來是肉包鐵很安全 可是有時候就會 崩一個什麼樣的事故發生 譬如說我開到中橫 石頭掉下來 對不對 或者是我開車我開得很慢 對不對 像好像前幾天 在高速公路有一個交管嘛 因為交管 大家停了大概幾公里 後面一台沙子車 我停在那裡我沒事 對不對 後面一個沙子車一弄來 把我後面在車子裡面撞死了 所以是個人意外 因為人是最重要的嘛 所以說別人也很重要 自己也很重要 這個話題好敏感喔 交管 我們沒有點破 我們沒有點破 害怕害怕 好但是這段還是會保留 對這個也很重要 好最後我們來看到 就是大家可能網友一開始會以為的 假事已是秉事就在這裡了 所以劉大哥並不認為不是不要保 而是他的順序應該是放在第三位 至少前兩位一定要保 對 為什麼呢 可是車子一台 有時候也是上百萬耶 車體險喔 大部分是新手開車的時候 應該可能對這個車子還不熟悉 還有一個我不是性別歧視 是女性同胞 是女性同胞 不管幾歲 三十歲也好 四十歲也好 女性同胞還這樣對這個本身 對機械方面的這種操控能力 天生沒有男生好 所以女性同胞在買新車的時候 是 如果說能力還可以負擔的話 是 最起碼買個秉事 最起碼還買個秉事 說汽車族賠賠人的 因為撞到的是肉保鐵 自己有時候會突然發生意外 這都很重要 這兩個都買到夠 你還有多餘的錢在買這個 沒有多餘的錢的話 這個就可以省一點 但是女性同胞在講 再講一次 新手開車再講一次 好 新車 新車 新手開車 女性同胞 這個是新三寶的定義嗎 有的小孩子 十八歲二十歲 爸爸媽媽就買車子給他 那個也要特別小心一點 好 那我們來統整一下 如果你是開車為主的 對 可能要參考這份 但是剛剛有強調喔 如果你機車也騎 汽車也開 可能兩種險都要保 當然 兩份保單都要保 對 那如果是汽車族的話 老師幫我們講解一下 一樣 大概差不多 我們看 他強制險稍微貴一點 大概一年的話一千塊錢左右 這是政府規定的 這是政府規定的 然後 注意喔 他賠別人的 他叫第三人責任險 我剛剛不是有講過嗎 第一個順位嗎 那我們這個第三人責任險 其實跟超額責任險 擺在一起來談 他其實是一個整體 這組約這個叫負約 大概兩千萬 蠻多的 多不多 兩千萬 他們的保險費 大概我們算算 大概叫三千多塊錢 四千左右 不到四千 有沒有四千多塊錢 可以賠到 人跟財務 都兩千萬 不管今天我賺到醫生也好 或者是賺到馬薩拉底也好 這個額度其實都夠 就算你騎機車加開汽車 都保上來的話 一年也不會超過一萬塊耶 如果一台機車 一台機車的話 大概大概不到一萬塊 可是像我們有保 就是剛才老師講 業務員喜歡賣的嘉義餅飾 其實一年就超過一萬塊了 光是保那個 車體的部分就一萬塊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車子 我的車子有保 因為那時候想要給小孩子開 保餅飾 但我從來十幾年沒有去 沒有去理賠過 所以各位看看我的車子 東一個洞 西一個洞 來東一個生鏽 我覺得可以開就可以了嘛 不過老師我記得你以前 有跟我分享一個觀念耶 就是如果是像你講的 新車 新手上路 女性駕駛 真的一定要保 所謂的車體險 你反而會建議保比較高 就是不見得要保秉氏 可能他要保到乙氏 對啊 就像我剛剛講 我那個客戶 他三個月賺兩次啊 那你說他 他到底要買乙氏買秉氏 這個答案都給大家自己去思考 因為秉氏的話 只有車跟 車碰車才會 那乙氏的話 自己撞牆壁可以 那他乙氏保費比 乙氏比秉氏要貴 貴一些 貴一倍 貴一倍 那所以說 保個兩年三年 大概人車一體了之後來 機率就比較小一點 就如果是變成熟熟了 然後車子也舊了 就不用保那麼好了 但是如果是新車或是 自己對駕駛的技術很不放心的 可能要保到乙氏 那其實啊 就自己駕駛技術不放心 其實我還是建議啊 就不要開了啦 有老公就讓老公載你好了 好 一勞永逸的方法 但是一直不開也不是辦法 越來越不會開啊 對對對 那等那個車子破破舊舊的時候 要給老婆開 自己老公開新車知道嗎 好啦 房子登記給老婆 對 房子登記老婆是對的 對 然後車子開到來再給老婆 買老婆的名字 我在這邊提醒一下 如果有六十幾歲的 七十幾歲的 八十幾歲的 老先生老太太 最好你們不要開車 最好不要開車 因為有時候 我們年紀大了以後 心臟或者是哪個地方 突然喘不過氣來了 油門變煞車 煞車變油門 你搞不清楚 一把人家撞了 再加上你自己又沒有買 這個第三人的話 就把人家撞到怎麼樣的話 那後果很慘 後果很慘 可能退休金都沒了 對 可能退休金 可能你這畢生的 投資的賺的錢 可能就沒了 兩棟房子三棟房子都沒了 因為現在 隨便一個人就兩三千萬 再加上大家看完了 我們節目之後 如果被撞到 第二天就去查封你的房子 隨時你的錢都沒有 所以六十幾歲 七十幾歲 八十幾歲 好好的去享受你的人生 要出遠門 包車嘛 對啊 健康更安全是最重要的 都已經年紀大了 我們保險 除了保護自己之外 要保護我們的財產 是 這個就是保護我們的財產 但是有一個保護財產的做法 要請教老師了 為什麼這麼講 現在網路很發達 很多東西現在發現 你經過實體的門市或實體的人 你在網路上投保 聽說還比較便宜 政府規定 政府就鼓勵大家一些簡單的保險 可以在網路上投保 譬如說我們強制險 大概在網路上自己加保的話 大概會便宜一個 100到200左右 每家公司不太一樣 那我是有點建議啦 可是光強制險不夠 因為剛剛我們節目上 一再講 光強制險只有200萬的額度 不夠嘛 所以你可以另外再 再任意去買第三人責任險 那第三人責任險 在網路上自己去購買 是可以 但是一般的網路 一般的保險公司開放 他的額度大概都300萬 到500萬左右 你要到達1000萬2000萬 網路上可能沒有辦法開放 因為畢竟金額大 最重要的一點 最重要的一點是 如果說你像一個好的業務員 去購買一個正確的 車子保險的話 有時候在發生事故的時候 他還會指導你 至少有人可以問 甚至於他還會協助你去談判 像我就常常之前 就陪客戶發生事故去談判 那有時候可能 大概我出面 有時候談判就比較順利 我們不能講說把金額調到大家理想 就可能比較順利 一次就OK了 所以都應該找你 因為你想想看 劉大哥陪你去談判 最好都不要找我 最好都不要找我 買了保險 就去做功德 都不要來找我 我一張保單 如果1000塊 我都可以找劉大哥陪你去談判 我覺得賺到 因為這個 不是每個事情都願意發生事情嗎 真的是如果發生很嚴重的話 如果有談判這個當中 又有很多的分歧的 我是很樂意出去幫保護做談判的動作 好我們今天的豪險有發現 對就要到這邊告一段落囉 那大家有什麼意見 歡迎理性的來跟我們討論 掰掰 掰掰